什麼是跳廟? 品牌提供 在今年巴塞海爾表展中,我第一回印象較深刻的小複雜作品 其實是Jackie Dross 的 Grant Seconds Debt 一般人也許不知跳廟為何物 但我表的不會不懂跳廟就是秒針一下一下的跳咯 其實所有秒針都是一下一下的跳 不過一般機械錶的秒針會跳得快 一秒跳十下又或者一秒跳八下情形就好像光管一樣 光管是不停閃的,但因為閃得太快 快到你的肉眼都跟不上 以為光管一直都亮著二秒針的運動也一樣 因為一秒之內跳得太快 你就以為它沒有跳,以為它一直受著走 英文叫這種機械錶的秒針做Swift Second 基本上所有機械錶的秒針都是Swift Second 那麼幹麼要做一秒一秒地跳的Death Beat Second呢 那就要從頭說起,從Death Beat Escrapement 說起環環緊扣秒針準確不震動早期的座中沒有擺輪 用的時鐘擺,配合Ancon Escrapement 秒針是一秒一秒的跳Ancon Escrapement的名字 由來是因爲琴中差形狀像船鬧 而其缺點是不能完全鎖緊連花輪 令連花輪每次轉動一下都會回撥小許 震下震下於是後來有Death Beat Escrapement 的出現 而所謂Death Beat就是指它動也不動此的 形容這種琴中能狠狠地擺著連花輪 不讓它震下震下 從而令秒針很準確地一秒一秒跳動大概就是因爲有這個古老的琴中系統 所以後來放到碗錶上 這種能令秒針準確地一秒一秒跳動的功能也叫Death Beat 但兩者其實完全是兩回事跳秒琴中只適用於昔日用鐘擺的作鐘 是指琴中系統而今天的跳秒是出現在碗錶上 所指的是其顯示功能以前用鐘擺的作鐘 秒針一定是一秒一秒的跳當擺輪出現 機械時計的秒針已不在續秒跳秒針一秒跳動多格理應更精準 既然可以更精準 幹麻又要做回跳秒 其中一個說法只是為了醫生 為了醫生可以更準確地量度心跳脈搏 所以便做回讓秒針一秒一秒跳的設計醫生用跳秒有實際需要 在以前還沒有電子錶的時候 今天醫生未必愛用 但Watch Lovers卻情有獨鐘愛表之人選表知道跟一般人大大不同 因為他們看得多買得多 便不想買大家都知道都追捧的款式 想與別不同一秒秒跳在醫生兩日拼拼心跳 我們喜歡Deadbit 因為一般人就是有眼不識泰山 就眼看以為只是一般普通的三針或小秒針 以為沒耍特別甚至在看的話 會以為這是一枚石英錶 秒針都一秒一秒的跳 都不像一般機械錶的Swift Second 一般人不懂 我們就買得更開心戴得更威風式買的 就是買者車式戴的 就是戴者車我記得以前Panary 有過一枚跳秒的 叫Independent 用以停產的Tracet手上鏈機芯Hotbring 也用過Tracet 後來才研發自己的機芯 自動的A-07和手動的A-07m 都有跳秒功能勞力是也有過它們自己的Tribute 可能未來幾年會重出江湖也說不定 我亂猜的Granifold也有它們自製的One-Hertz 沒有其他複雜功能的才叫Deadbit 有些加了行動力裝置的駝飛輪如F.P.Gent 的Selverane Turbillin 其秒針也是續秒跳的 但那已經不止是Deadbit了外表人自許式買眼光 Deadbit不是很複雜 不過的而且托很少就是了以Jackie Dross 的跳秒用的是自己全身研發的機芯 自動上鏈 用直游絲 40小時動力處備像牙式的髮廊彩表面很漂亮 原本用來放小秒針 很大的小秒針 的地方現在用來顯示入期 是份盤上的5、6、7由羅馬數字變成阿拉伯數字 而本來放在下面的大秒針便改放在中央位置43毫米直徑紅金殼 那支中央秒針很大 一秒一秒跳的 狠搶眼有紅金殼有大名火法郎有新機心有有跳秒 定價才二十餘萬元 不但合理 算超值的了文 卸忠明 一秒鐘 一秒鐘 然後再進去 百姓 字 17